你咋啦 这卫生棉条我太想用了 我好难受 不是 怎么一个卫生棉条就买一口一个 原来啊 闺蜜来姨妈想用卫生棉条 但又不会买 第一次就买了个止吹似的 用了结婉极差 而且还很不卫生 从我闺蜜这件事情上 我才发现现在还是有很多姐妹 不会选不会用卫生棉条 所以我作为一个自身的棉条爱好者 决定和公司十几位美妆男人 一起研究了市面上所有的卫生棉条 整理了满满一黑板 咱就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挑黑吧 赶紧进来上课了 首先要会选棉条 一般市面上分为止吹式和导管式的 止吹式的相信你们想想就懂了 新手咋没 第一次使用建议选择单臂私众导管式的 比止吹式的更卫生更便捷更适合新手食 他们家很早就发明了导管棉条 去搜一下卫生棉条 卖的最多的就是他们家 几百万的评价99%的好评率 我身边10个用棉条姐妹 9个都在用它 它有特别的防滑设计 手指这样捏住即可 同时啊这个导管的长度 是经过科学设计验证 帮你设计好推入无管区的 外壁超级顺滑 新手的第一个棉条要选 单笔丝就对了 有的姐妹问过我说 觉得棉条有点点贵 我真的品牌爸爸的车 都给你们求来了 我教你们怎么买次划算 超级火的这款紫色的 也是用的人超级多的 超级划算 现在不是那个啥吗 有多优惠 你们懂的 新手姐妹们 直接在这里冲就对了 快快分享给你的闺蜜 全628好算 一起来试 用微视频条 打开快活自由的姨妈七 还有什么问题 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 实时为大家解答 咱们女生用什么 都是自己的自由 怎么舒服怎么来 而且姨妈七对女生来说 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好好重视